我记得我来到领兰大学 开始上课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就是 整个班是很小的 因为如果我在马来西亚 我记得我上学院的时候 就是我们坐着那种高高的讲台 然后可能教授的样子 就有一个蚂蚁的头那么小 然后我们就坐在上面听 或者是有些人就玩手机 等等的 可是在这里的话就 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然后这一点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因为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直接的向教授反映出来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直接去问这样 就觉得这一点是 领兰大学最特别的地方 我会在学生的认识 所以我会坐在一些议会 和他们在一起 然后他们会问出你的讯息 所以你会觉得你身份的团队 你真的可以去任何教授和问问 然后我的教授也很欢迎 然后他们也很欢迎 他们给你很好的指导 给你的研究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学生的团队 都很开心 соврем and friendly and they're willing to teach you to really go the extra amount for your work and make you better. I think th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you know we have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in such a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and they care students and also we could receive the care from the students so sometimes we may discuss some mutual interest topic and I could try my best to help them to do more in 认为学习的学生,也认为他们学习,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地方的工作。 我认为我选择的地区,它是不太大,它是很简单的。 没有地方太远的地区,从小桌,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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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工作,然后你会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区。 例如其他地方,在大桌,到大桌,到大桌,到大桌, 它是很简单的地区,因为它是很简单的地区。 我认为我认为学习的地区,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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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没有任何地区域的地区, 我认为在香港的地区,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对人家里有多了解。 和我认为多有什么机会。 都学习了, 我认为我认为多的地区, 我认为多做了新闻, 我认为多一些东西, 这是最好的需要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